嗨 今天要来分享了 要来分享什么东西呢 哎呀 应该要画在右手的 画在左手 有点 这个是我第一次画哦 这是今天啊 就是非常感谢 Drifter旅人 就是一个皮革 就是教我们做皮革 然后自己有在卖宝宝的许七老师 办了一个就是 就像散机一样的活动 然后就有点像一个市场 然后在巷弄中 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卖手工艺的用品店 叫台湾文创的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今天也很幸运 本来没有修 然后因为就是特别的状况 然后就被放修 就哇 好开心啊 就去逛街 因为原本没有 就是没有修 就觉得啊天哪不能去 就觉得还蛮可惜的 因为想去那边看看东西 看看大家做的啊 文创的东西 然后啊这个是一家 就是有帮客人做手的彩绘的那个 对 然后就是看到的时候 因为他我刚好进去的时候 原本是要看老师做的皮革 因为我最近在学 然后就是 呃 在看老师做的皮革 想要看他的内里的做法 跟缝制的方法 想想可以学一些东西 然后就看到里面有一家厂商 就是在帮人家画手绘 所以就觉得说 哇 非常的有趣 就是觉得好好玩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 呃 画一次要多少 然后他就是跟我说 呃 如果说你这次体验的话 就是两百块 我就说好 就来让我体验看看 然后看他在画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好玩 然后就问他说 这个有没有在卖 因为之前 自己在做皮革的时候 有想要揽皮革 可是我不想要全部揽 同样一个颜色 或者是说我想要他的颜色 揽的是比较规律性的 所以我就问他说 呃 有没有在卖这个蓝料 因为他说这是纯天蓝的蓝料 所以感觉应该是会 对身体呃 基本上不会造成太大的呃不好 既然都可以画在手上 而且他们都也会自己画在手上 所以还蛮相信他们家的蓝料是 呃 好的 可以用的 然后是安全的 然后他就说好 愿意买我 因为他有多袋 就是他朋友有多袋 所以就愿意买我这样一条 我只有买一条 因为我觉得呃 他当下有跟我说 其实他带的不是很够 客人很多 然后他怕不够 所以当他们说愿意卖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开心 很感谢他 然后就是跟他买一条 那这个是他的样子 然后前面有这个封口 他说封住了之后 因为这个可以保存六个月 然后如果你开封了之后 尽量一个月内以后 以内用完 那如果一个月内没有用完的话 就是不要再画在手上 你可以画在你的 呃 可能像他们 还有跟我分享他们的作品 就觉得哇 真的是好有才华 像画在蜡烛上啊 画在木头上啊 就觉得说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 像我啊 我一开始 其实想要买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想把它在皮革上做画画 为什么想在皮革上做画画呢 就是因为就是开始在学做皮革嘛 然后就就是很想把它有有颜色 可是我又不想颜色就是一整张都是一样的颜色 也不想是太启合 应该是说就是太不规则型的颜色 所以呢我就想说好 那我买这个画在皮革上 那你皮革你就算每天摸它 它也不会就是说 也不会因为说你摸它 那因为它是植物性的 也不会说因为我摸了会有什么化学染剂的问题 也很安全 所以呢就跟它买一条 所以期待我的作品 可能会很久很久之后啦 但是还是期待 好那我现在就来来分享我手上的这个图腾 它说这个图腾呢就是 其实是它有依现场 就是设计师 它说会依照你个人的气质 然后去帮你画一个图腾 那我们就是会画在手上 有这样子的才会图腾 其实是从印度那边 然后就是 就是女子要出嫁的时候 会全身画上图腾 那就是有象征祝福跟幸福的意思 对 那今天呢 一到它画这边画到一半了之后 我就说好想要加一个蝴蝶 然后它就很棒 它说既然你都开口 我就帮你加 那就加在这边是一个蝴蝶 然后画完之后 它就说好结束 我就说好想要再一个蝴蝶 可以画在这里嘛 因为会觉得说这样子 后面空空的 就是半只手臂来看的话 你就前面有东西 就觉得啊好空啊 可以多一个东西嘛 它说好 再帮你画一只蝴蝶 就再画一个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这个啊 其实已经有很多 它都已经脱落掉 那你看这边 它就是干掉了 它有让我 刚画完的时候 其实就是全部都是 很湿润的状态 然后就是 呃 你不能去摸它 不然会回 就是会散掉 然后就是 当它开始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 嗯 就这样子 硬硬的 那你可能剥的话 它就会掉 那它在画这边的时候 它是用很薄很薄的 很薄很薄 所以它就是会 感觉像这边 这边是淡淡的橘 然后这边是深 那我们现在远远的看 看得比较清楚 它这边是不是都比较深 手掌比较深 然后到这边慢慢变淡 这个并不是它 就是 这个是 因为 就它的说法 是因为我们人体的角质层 每个人的每个部分 都会有一些些落差 那手掌的角质层 通常比较厚 所以它吃色会比较深 然后所以在 呃 手掌的地方会比较深 然后它画到手臂嘛 所以会慢慢的变淡 那一开始它讲的时候 因为没什么感觉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上面都是这样子的颜色的 就是都是它膏腰的颜色 所以就觉得没什么感觉 那就是当它开始剥落的时候 就觉得哇 好好玩哦 怎么就是这样深浅的 就觉得挺有趣的 再来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 像我现在就其实可以 用力的压它 但是在一开始 还不会看的时候 我就很想去摸它 就说不行 你要先至少放十分钟 然后等它干 那有些人是完全等到它干 然后就是 我就很想很想拨它 我就问它说 诶 这边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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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乱指 然后它就 因为它们一定是这样的画嘛 有它们的经验 所以它就说 这个还不行 然后它就跟我说 这个还没有干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看 就是外表 它说外表干了之后 就会开始有就是裂开 就像这样子有裂痕这样 就可以剥掉 那我那个时候 我就看不太出来 因为就感觉没有 就是感觉有裂痕啊 但是就是它说不行 它说你可以很轻的压压看 轻轻的压压看 看它是不是还是 就是压下去是软软的那种感觉 的确就这样压下去 诶 软软的 有那种 就是软软的feel 现在压的话 就是我可以这样子 很用力的去压 它它也是硬硬的 那那时候就是软软的feel 就觉得 这真的是体验感 就是很多东西 就真的是要体验过 你才知道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图腾 那它说 今天因为是第一天 它说第一天是 不会那么淡 不会那么深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是最深 然后之后慢慢变淡 那因为这个东西是 呃 画让颜色吃在我们 人体的角质层上 所以也要看自己的代谢能力 如果说我代谢很快很快的话 那它就是会很快就不见 那如果我代谢很慢的话 就是就是会比较慢不见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 有没有蚕痘症 就是蚕痘症的人不能化 因为好像是 呃 这个里面的成分吧 不适合蚕痘症的人 对 就是去用 牌会过敏 起疹子那些的 然后再来就是 呃 画了这个之后 请千万不要用 去角质的产品 猜猜为什么 呵呵呵 因为这个东西是 画在角质层上的 所以如果你用了去角质 呃呃呃呃呃呃 把角质都用掉了 那是不是颜色就不见了呢 那我在想啊 他说为什么第二天 第三天比较深的原因 我自己猜的哦 这是乱猜的 因为我刚忘了问他 对 就是 是不是它渗透的更里面 角质层的更深 那就有点像海水 越深的海水 你会感觉到它越深一样 可是可能只是因为它深 如果都是绕一磁起来 跟浅的笔 说不定都是一样的颜色 好 以上呢 就是我非常想分享的东西 那默默的就是 想要开始把它剥开 因为其实我已经 期待想把它剥掉很久了 只是 一直就是在那边逛的时候 就想着 我想要回来分享 所以呢 就想说 好 那没关系 我就等我回来分享 就这样慢慢剥开 而且还有些居然给我剥不掉 待会我就可以去洗手 因为已经很期待的 就是 回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 所以我在想 它颜色都已经吃进 手里面了 我可不可以喷水啊 喷水不要用剥的 因为它 到最后洗澡 它不是也会那个吗 可是我很怕它湿了之后 颜色又会再染到其他地方 算了 先这样子 大家也可以听得到吗 一粒一粒的 咕咕咕咕咕咕的那个声音 就是掉到这个板子上的声音 然后我是手感非常有 把东西剥掉的那种feel 好 就这样子慢慢的把它画 就觉得好有柴哦 怎么有办法画得这么漂亮 然后 就是我在用的时候 我就跟它说 这是我第一次画这个 它就跟我说 那你把你的第一支线给我了 我就瞬间就觉得 哇好黑羞的话题哦 好 拨完了 剩这边一点点 可能晚上洗澡的时候 再把它稍微 留意一下下 这样就可以 好啦 那这个呢 这个先旁边 这个 这个就是 拨开来的样子 可以真的很认真清楚的看到它的 分层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深到浅 然后就觉得 哇 非常的 有趣 好玩 就是第一次的体验 手 手的彩绘 就觉得 哇好有趣哦 就很想分享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咯 拜拜 哎呦 对对对对 讲到一件事情 这个啊 它说可以保存七天 那就是七天 就是好好爱护它的话 可以有七天 因为饺子会代谢 那七天之后 饺子就会慢慢的代谢掉 就会渐渐的 消失不见 那如果说我们做在产品上的话 就是因为 呃 它们没有饺子代谢的问题 像我说皮革的问题 它说它好像用了两年吧 所以我就哦 很开心 因为我就是想画在皮革上 很开心 就是它会 就是颜色吃惊 就不会掉了 好 那这是今天的 很想分享的东西 很开心大家听我说 谢谢你们 拜拜